國連東區五連霸的費城人 今年不但戰績店裡 陣容也已經殘缺不全 第一局三連手就發生失誤 給了國民滿壘的進攻機會 Laroche 沒客氣 飛城人守備繼續出狀況 又是可以雙殺的機會 二壘手阿特里竟然六手 國民福星高照 第一局賺到兩個飛次折分 飛城人腳踏實地 不愛讓人看不見 第二局是Jimmy Rawlings 所以那一局超過的 而且是2-1球 Rollins像吃著菠菜的大力水手 一轟還不夠 第五局他又擊出全壘打 Rollins三場雙槍炮追平比數 跟在他後面前一天才從綠人隊交易過來的屑後 也開砲 就靠單場三支揚春炮 加上先發投手Wally 主投7局只失2分 最成人3比2贏球 連續兩天在華盛頓擊敗國民 一次請問陳建軍王太席 怎麼報導 聽國旨報 看民視 由保利達 戰術播出 回答率